我们看到第十页的第七 我们可以利用下面的方法 来做6和90的值因数分解 下面的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短除法 这是备除数 这是除数 这是脏 这我们之前都介绍过了 所以6它可以拆解成2和3 所以我们说6等于2乘3 就是它的值因数分解 大家了解吗 那6和90的90 我们来看90放在里面 90就是备除数 2就是它的除数 45是第一层的3 那可以到第二层的备除数 所以第一次做分析 3然后变15 3然后变5 所以90它就会等于2乘3乘3乘5 这个是什么 是它的值因数分解 这样了解 所以因为我们要做值因数分解 我们利用短除法的时候 必须注意到 除数都要是值数 除数都要是值数 如果除数不是值数的时候 就必须要重做 这样了解吗 除数是哪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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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了解吗 不是 这里没有啊 这个上面旁边这个 这个是张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是它的除数 除数必须要是值数 但是 这些 是 这些 谢谢观看